1900年,奥地利生物学家兰德施泰纳 把22位同事的新鲜血液混合到一起 通过观察凝血现象 首次发现人有不同的血型 并且建立了最早的血型分类系统 也就是ABO血型 30多年后,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兰德施泰纳 在研究恒河猕猴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另一类重要的血型分类系统 并且把它命名为RH血型 其中的RH阴形血 就是新闻中常说的熊猫血 截至2016年 人类已经发现了346种红细胞抗原 和与之相对应的36种血型系统 那么血型是如何分类的 哪种血型最为稀有呢 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你体重的十三分之一都是由血液构成的 其中的30万亿颗血红细胞 每时每刻都在为你的身体运送氧气 每一颗红细胞的细胞膜表面 都分布着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抗原 血型的分类就是以细胞膜上对应的具体抗原为划分标准的 在正常人的血液里 有什么样的抗原 血清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抗体 一旦抗体发现血液内有其他抗原 就会与之结合 引发免疫反应 造成血液凝集 所以如果不同血型的人之间相互输血 就有可能会导致输血事故 在ABO血型分类系统中 红细胞表面可能带有A抗原或者B抗原 也有可能同时带有AB抗原 或者是两种抗原都没有 这分别对应着四种常见的血型 A型血 B型血 AB型血 还有O型血 另一方面 ABO血型有9号染色体上的一对单基因控制 其中A和B都属于险性基因 而O则是隐性基因 根据孟德尔遗传定律 A型血和O型血的父母在一起 就不可能会生出B型血的孩子 但是这也并不是绝对的 在某些人的血液中 AB抗原的表达并不明显 于是就会构成AB亚型 如果只通过普通手段对血液进行检测 就会把B型测成O型 把AB型测成A型 这样下来 一对A型血和O型血的夫妻 就有可能在遵守忠实义务的情况下 生出B型血的孩子 因为他们看到血型 已经不符合这个遗传学的那个规律 他们两个女儿的B型 就是一个亚型 有可能是来源于父母的遗传 母亲是一个AB型 它的A是正常的 B是一个亚型 一般所有医院 我们正常这种检验的话 是验不出来的 就是A型的 除了这种情况 ABO血型还可能会遭到 其他血型系统的破坏 因为ABO血型 并不是一类完全独立的血型系统 而是建立在另一种血型系统 也就是孟买血型的基础之上 孟买血型的分类 是由红细胞上的H抗原决定的 而AB抗原的合成 都需要H抗原的存在作为前提 一旦红细胞缺失H抗原 那么就算拥有AB基因 细胞膜也无法生成AB抗原 所以如果某个人的基因型 恰好是隐性醇和子 那么它就不再适用于 ABO血型分类了 问题是 如果使用一般的血型检测进行鉴定 缺失H抗原的孟买血型 很容易被误判为普通的O型血 一旦输入普通人的O型血 就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 不过这种血型 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罕见 大概每10万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 是孟买血型的隐性醇和子 但孟买血型 还远远算不上最罕见的血型 真正稀有的血型 需要去RH血型分类中寻找 RH血型分类系统非常复杂 在49种相关抗原中 临床常用的就有5种 分别由三对等位基因控制 在一般的血型检测中 如果红细胞上存在D抗原 代表着RH阳性 如果没有就是阴性 绝大多数人都是RH阳性血 根据统计 中国的汉族大概只有0.3%的人 是RH阴性血 所以它也被称为熊猫血 而在欧美等地区 RH阴性血的人 却能占到10%以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的熊猫血 在世界范围内也不算罕见 但RH血型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血型分支 一种被称为黄金血的 RH阳血型 这种血型的血液中 缺少了与RH相关的所有抗原 同时存在所有抗原 所对应的抗体 也就是说 任何其他血型血液的输入 都会引发免疫反应 造成输血事故 在过去的50年间 全球只发现了43例 RH阳性血的案例 这43位朋友体内的黄金血 能被包括你我在内的 任意RH血型兼容 是真正的万能献血者 但与此同时 他们自己一旦大量失血 就几乎不可能得到适配的血液 从一万多年前开始 人类血型就已经开始了分裂与演变 随后在原始狩猎的时代 瘧疾与霍乱爆发的时代 或者是天花蔓延的时代 血型分布的情况 也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但人类血型 与各种疾病患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究竟哪个是原因 哪个是结果 目前的科学研究 也还没给出一个答案 不过我们知道的是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 蚊子对某种血型存在偏好 无论哪种血型 蚊子通通是来者不拒 同样的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血型和性格有关 血型就和宇宙间的恒星一样 它们花费了亿万年时光演变计划 绝对不是让我们用来算命的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 我们下宇宙变了 人体温 我们下宇宙变了 到我们下宇宙变了 让我们下宇宙变了